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暫緩全民強檢計劃 但會持續分析疫情 如果時機合適和條件具備 不排除會再考慮 都是認為全民強制檢測 是應該在疫情爆發初期或尾段進行 香港目前的疫情雖然有所緩和 但我剛才也說過 個案的數字仍然屬高位 所以專家的意見都認為 不適宜在現階段 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在全民的核酸檢測方面 特別是內地的專家 距離考察後認為香港特區的社區組織能力較弱 這也是我們與內地的分別 內地有很多小區管理、街道管理 是可以做到不漏一戶的徹底性 但香港在這方面是較弱 所以當疫情仍是儲高位的時候 即使我們這個全民強制檢測有法律的基礎 恐怕也難以達至全民篩查這個根本性的目標 行政長官林鄭娥宣布 暫緩全民強檢計劃 但會持續分析疫情 如果時機合適和條件具備 不排除再考慮 第五波疫情嚴峻的情況持續過幾月 政府由原本說計劃3月內 進行全民強制檢測 去到早前說 仍然細化方案和分析情況 最新決定是暫緩計劃 這個全民強檢如果進行 將會是史無前例 前所未有的大規模 而且亦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人員流動的配套 但考慮了內地的專家和本地專家的意見 而兩批專家的意見是相當有共識的 都是認為全民強制檢測 是應該在疫情爆發初期或尾段進行 香港目前的疫情雖然有所緩和 但我剛才也說過 個案的數字仍然屬高位 所以專家的意見都認為 不適宜在現階段 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在全民的核酸檢測方面 特別是內地的專家 他們考察完之後 認為香港特區的社區組織能力較弱 這亦是我們和內地的分別 內地有許多小區管理、街道管理 是可以做到不漏一戶的徹底性 但香港在這方面是較弱 所以當疫情型危處高位的時候 即使我們這個全民強制檢測有法律的基礎 恐怕亦是難以達至全民篩查 這個根本性的目標 林鄭月娥說會持續分析疫情 如果時機合適和條件具備 不排除再考慮 她透露過去一個月的細化方案之後 要為全港720萬人做檢測 需要8萬人手和500個檢測站 她說目前最大目標是推高疫苗接種率 第五波疫情下死亡人數急升 警方協助衛生署聯絡家屬 處理辨認遺體 在沙田庫山臉房 早上有家屬到場辨認遺體 即日起家屬可以經警方安排下 到遺體儲存設施辨認遺體 衛生署早前說3月初開始 遺體儲存設施安放了大量急症失病人的遺體 以至死因調查程序延長 已增加發衣服務人手 並與死因庭和警方合作制定措施 以便家屬能夠盡快辨認遺體和處理身後事 有家屬認為等候應領遺體的程序太長 安排不理想 也有家屬說等了兩個星期 就獲警方通知可以辨認遺體 滿意過程 消息說政府考慮擴大疫苗通行症的適用範圍 要求所有去公立醫院或診所的病人和訪客 都需要打新冠疫苗 若緊急情況或經醫生證明不適合打的人便除外 消息說相關措施的目的是要保護需要去到醫院和診所的長者 政府宣布下個月1日開始取消9個國家的禁飛令 亦不再按風險去劃分海外國家或地區 首階段先讓香港的居民回香港 在兼疫酒店至少隔離7天 政府今年初先後向9個國家 澳洲、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實施航班熔斷機制 即禁止民航客機飛抵香港 曾經在過去14天逗留相關地區的人 亦不可以經轉機抵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 下個星期五起將會取消這9個國家的禁飛令 亦不再以風險劃分海外地區 向他們實施地區性的航班熔斷機制 已經不合時宜 因為他們的疫情不比香港差 而且大部分回來都是沒有什麼病徵的人士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採取對於入境本土人士的 檢疫的要求 是比自己在本地確診人士的要求 或者確診人士緊密接觸者的要求 無論是隔離的要求或檢疫的要求 都是更嚴苛 這便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首階段先給香港居民回港 條件包括完成兩劑新冠疫苗 登機之前需要持48小時內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並預約至少7晚的檢疫酒店 抵港後需要在機場接受快速核酸檢測 呈陰性可以經專車到檢疫酒店 每日需要做快速測試 第5和12日接受核酸檢測 如果第5日的核酸檢測呈陰性 第6和第7日的快速測試亦都呈陰性 可以選擇離開檢疫酒店 之後自我監察7日 期間可以外出 直到第12日再到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 各人士亦都可以選擇繼續留在酒店檢疫 不提早離開直至第14日完成檢疫期 如果機場檢測或在檢疫酒店第5、12日核酸檢測 或每日做的快速測試 陽性 各人士便會轉送到社區隔離酒店 4月1日已經是最早的日子 因為要重新啟動有航班來香港 從而在香港國際機場 有更多人需要接受檢測代行 有更多想回來的香港居民 需要預訂檢疫酒店和飛機票 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們看過以前曾經停了重新啟動 10日8日是最少最少的時間 當局日內會和機管局初生有關安排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政府說如果疫情持續放緩 沒有反彈 社交距離措施由下個月21日開始 分三個月三個階段逐步放寬 另外小學幼稚園率先下個月19日恢復面秀課堂 一系列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原本實施到下個月20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中期檢討實施一個月的情況 因為疫情仍然嚴峻 抗疫工作需要堅持不懈 相關措施維持到下個月 但就交代復常的路線圖 分三個階段三個月放寬 首階段由4月21日開始 大部分表列處所即食肆、健身室、美容院等等 和康民處客客的體育館、圖書館 將會可以重開 限聚令訓寬去到4個人 食肆恢復晚市堂食去到晚上10點 每台的人數最多4人 第二階段 即最快5月中後期 酒吧、酒館、泳池、泳灘亦都重開 戶外運動、郊野公園、健身室不需要戴口罩 晚市堂食就放寬去到午夜12點 8個人一台、酒吧四人一台 而去到第三階段 將會解除所有對顧客的人數 營業時間限制 雖然又好像越過了一個高峰 有下降的趨勢 但是下降的幅度 不是說即是立刻可以見得到 令大家都很安心 今天的萬五到兩萬宗的數字 仍然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相對於我們過去四波疫情的最高峰 都是當日150宗左右的個案 仍然是100倍 放寬到最後的階段 仍然是有所堅持的 堅持的最基本限度的措施 包括進入處所前要使用安心出行 還有要出示疫苗通行症 這個處所要進行清潔消毒 公眾地方聚集人數會有限制 還有要配戴口罩等 另外政府說小學、國際學校和幼稚園 4月19日開始恢復面授課堂 至於中學就要等到中學民朋友 相關核心科考完之後才可以恢復 我們沒有要求學生一定要打針 才能夠恢復面授課堂 我們尊重學生受教育的權利 但是大家都可以理解 學生的群體免疫力越高 就是說在這班學生裏面打針是打得好的 它一定可以令到在學校裏面的學習 和活動是更加有條件 它又說中學民憑使的開考日 仍然以4月22日為目標 武士電視機 劉慶玉報導